大家好,上一课我们已经了解了这个DoneDocument的扩展来处理我们的这个XML 对吧,这一课我们一起来了解我们的SyncXML来处理我们的这个XML文件 好,下面我们开始 SyncXML它提供了一个非常简单和易于使用的工具集 它能够将我们的这个XML转换成一个带有一般属性选择器的这么一个对象 首先,我们要使用这个扩展的话 我们需要检查我们是不是安装了,对不对 好,我们首先先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是否有安装我们这个SyncXML 来,我到我命中好像执行一下看看 看,我已经有安装这个扩展 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需要安装起来 这个扩展的使用,它跟我们上一课的这个DoneDocument的扩展有点类似 它都是先夹在我们的这个XML文件内容 然后通过函数把它夹在一个对象中之后呢 我们再进行一些处理,对吧 好,在这个看一个demo设例之前 我们先了解一下它的一个大概的一些支持的方法 我们最常使用的就是我们的这个SimpleXMLLoadFile 以及我们的SimpleXMLLoadStream 我们这个LoadFile这个函数 它可以把这个XML文件夹在到一个对象中 这个函数它是可以夹在远程文件的 所以它的功能非常强大 而我们这个LoadStream呢 它就是当我们这个XML文件是一个Stream的时候来使用的 它有一些方法 我们大概了解一下 并且这些方法都是静态的 我们看SimpleXML 它主要它后续知道的时候它是个Element 然后这个Element的静态方法呢 第一个是我们的这个HBuild 这个就不用说了 添加属性嘛 对吧 然后第二个它是静态方法 也是 我就不写前面的 然后它是AddChart 这个就给我们DoneDocument AppendChart有点类似 对吧 然后 还有一个常用的 就是S XML 这个保存成我们的XML 对吧 它是返回一个格式良好的这么一个X字符串 然后 再接着就是我们的这个 Cound 这个Cound进到方法来 它是 把这个Element 它的子元素的个数返回出来 然后还有一些 极大常用的 有个CFXML 这个一看 这个方法名 我们就知道它是保存成XML文件的 对吧 好 它的常用方法 我们暂时就了解这么多 这是它的这个 SimpleXMLElement 这个对象 然后它还有一个可以迭代输组的 这个有个Simple 也是 XML Iterate 这个 它的一些函数 它是可迭代的 可迭代的话 它就有一个循环 对吧 首先一个Coreland 它是返回当前的这个Element 对象 然后它有个get chared getChogen 这个就是返回 它的当前元素下面的所有的子元素了 是吧 再有一个 hasChogen 判断是不是有 对吧 然后再有个key 静态的 这都是静态的方法 这key方法呢 它就是返回当前的这个key 然后它有个next 对吧 next呢 它就反 移动到下一个元素 就有点跟我们的这个数据的处理 有点类似了 然后它有个walid walid 它是检查这个当前元素 是不是可用 好 然后我们自己这个simple xml 它的函数了 就是刚才我们说到除了这两个函数之外 我们还有一个simple xml 然后是import done 这个是直接从一个done节点导入一个导入成我们这个xml对象 对吧 好 我们大概的一些方法就这么多 来我们来看一个实例 在这个实例中 首先我们这个xml 也就是我们这个xml 因为我们已经是个字母串了 对吧 存储在我们这个sgm这个变量中 然后 我们就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simple load sgm直接加的这个字母串 它就转换成我们这个一个对象了 对吧 转换成对象之后 你看我们就把这个对象打印出来了 然后呢 我们在使用的时候 你看我们要获取这个login嘛 对吧 我们就直接通过这个方法 达到一个子元素 整个它就是一个大的对象了 然后通过对象的方法的调用 或者是属性的调用这个 显示 然后直接通过 或者到我们这个login 然后打印出来 来我们执行 首先整个xml 它是一个大的对象 是我们的simple xml element的对象 对吧 所以我们刚才讲 一些方法属性的时候 都是大多数都是跟这个simple xml element 这个对象相关系的 然后获取到这个大的对象之后 我们如果要获取这个login 对不对 那它的属性login 它就是 它其实也是一个子元素对象 所以它一层用的下来 都是一些对象 我们使用起来就非常方便 对吧 而在这里我们是使用这个simple xml 如果它是一个文件的形式 是存在 那我们就要用load file 对吧 来我们看第二个事例 第二个事例 我们通过了一个new关键字 来使用我们这个构造函数 创建了这个xml对象 我们看这个sg 它也是自主创建设的方式保存的 看所有文档集 里面有两个文档 对吧 好 我们这个打印出来的话 我们可以知道 它是一个很大的这个simple xml element对象 对吧 然后 我们便利循环它 你看把它里面的 大根本的循环 循环的时候 把它的login打出来 对不对 好 然后我们看到的曲值 因为我们首先或者是整个的这个对象 然后它有个下标 下标为0的这个大根本的 就是第一个了 对吧 第一个的login打印出来 那肯定是richard 然后我们把它修改为我们的这个bingo 那修改完之后 我们再便利 便利的时候 那打印出来 这个时候应该就会打印出来的那个bingo跟look 然后我们删除 我们把第一个 大根本这个 相当于我们在一个对象数组里面 就一个对象里面把第0个删除了 那这个时候 第0个就没有了 对吧 就相当于这个richard已经没了 这个bingo已经没了 在这一步之后 richard已经被修改为bingo 然后我们这里打印出来的话 是bingo跟look 然后在这里 onset到这个对象的这个 第0个 节目之后 然后再打印出来 这个时候bingo已经没了 只有look了 然后紧接着 我们再通过这个 simple xml element对象的这个 add chart 添加一个大根本的对象 这么一个element 对吧 一个元素 然后 新建的这个元素呢 它又添加两个 此元素 然后添加进来之后 那么我们再打印出来 这个时候 它就能打印出来这个 网5 跟我们的这个bingo 而不是网5跟我们的look 对吧 然后打印完之后 我们再把它保存成一个new document.xml文件 整个在这里面我们的crud都存在了 对吧 对这个xml进行了读取 修改 修改 删除 来我们看一下 我们先把这个new document删除掉 好吧 来这个目录下 已经没有任何的xml文件了 好 我们执行这个 你看我们执行完了 来我们看啊 首先 我们在这里 把这个刚才加载进来的 这个 整个的这个 simple xml文件 这个xml文件对象 打印出来 对不对 它整个就是一个大的这个对象 然后 我们发现 它里面的dicumens 它是一个数组 下边为0的这个dicumens 它又是一个 子元素对象 对吧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这是一个大的对象 大的对象里面的值 它是个数组 数组下边为0的 也是个 子对象 也就是这个数组里面的元素 都是对象 所以我们在 便利读取的时候 我们直接通过 获取对象属性的方法 我们就 获取到login里面的这个值 叫resha跟look 对吧 而这里是通过我们修改y 把这个resha修改成了 bingo之后再输出的 对吧 而这里的输出 是在我们调用了 我们的这个删除 这个下边为0的这个元素之后 再输出的 那这个时候 bingo这个元素 就被删除了 而紧接着 我们又创建了一个 子对象 这个 它的名字叫做王五 对吧 创建完之后 我们再输出的时候 去输出了look跟王五 然后紧接着 我们就进行了保存 来 那我们来看这里 看我们已经生成了这个new document 好 我们获取它的内容展示一下 看 首先 我们跟原来的对比 第一个本来是旅草的 对吧 那第一个子元素 已经被我们删除了 然后后面就没有了 对吧 那我们在这里了 我们添加了我们刚才新增的这个网五 是吧 我们可以看到 在我们的这个php中 利用我们的这个simple xml扩展 来处理我们的这个xml文件 是非常简单的 它整个就是一个大的 这个simple xml xelement这个对象 对吧 我们只要了解 这些对象的一些方法 我们使用起来非常方便 好 这一刻 我们就到这里了 好